歡迎回到Super Motorway本週聊新聞的單元 那在開始前 Ziv我們最近是不是油價非常的便宜 對超級便宜 現在是不是已經九二已經下探到20不到 對在我們拍攝的當天 九二已經跌過二字 這也讓我這個騎車都騎到最後一滴油 就是一個禮拜一油最多 然後禮拜五油最少 因為大家都在等禮拜天要降價 沒錯 那就希望大家在這個防疫期間 能夠多多使用自己的交通工具 避免這種大眾交通工具人多比較聚集的情況 對 好那話不多說就來揭曉本週熱門新聞的第三名吧 本週熱門新聞第三名呢 就是這個Ducati V4 Multistrada 還有這個新的間諜照流出 哎呦這個間諜照就厲害了 是因為他裝載了最近討論度非常高的V4引擎 Ducati非常的聰明 他就研發出了一顆V4引擎之後 從一開始的跑車讓大家感受這種賽道的極致性能 然後跑車還推出了非常多的版本 還加那個翅膀價錢賣不一樣 再來呢 Street Fighter 街頭運動街車 也是同樣加了小翅膀 性能非常誇張 電控系統非常豐富 那接下來呢看起來Ducati他們計畫 把這個V4繼續裝載在這個多功能車上頭 對沒有錯 其實這個策略應該就是這幾年 因為大家要節省成本 所以就是一個共購的策略 對其實這樣其實蠻好的 因為就代表說消費者可以在不同的車型上面 同樣體驗這種很頂級的動電系統 對對對 那加上我們現在近幾年的這種電腦系統 也比較強大之後 他可能可以透過一些電子系統控制 讓他的引擎的輸出調教完全不一樣 對更符合這個多功能車的設定 對對 那我覺得最大的效益就是消費者 因為你看看我們以前一顆引擎只能用一台車賣這些人 現在一顆引擎用四台車五台車 哇那個成本分散出去之後 這個車子的價格想必會再更低廉一點 對那他除了就是裝上這個V4讓大家很興奮之外 車上也裝了很多種先進的設備 像他有這個前後的騎士輔助系統 還有一個雷達 他可以幫助你去做這個ACC 對主動的這個車距的這個控制 其實就跟他的他的這個V4系列上面一樣 他引擎因為換成V4之後 他原本那個L-Twin的夾角比較大 但因為V4縮得比較小之後 所以他引擎整個變得更緊湊 對整台車的這個重心的設計 然後還有在騎乘時候的這俐落感都會變得更強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令人期待 因為我們知道像是KTM 他們就有曾經做過他們那個 自動輔助駕駛系統的影片 那另外多功能車這種車重量都非常重 那如果這個重心更集中的話 想必在他動起來之後 那個動態一定會更吸引人 非常期待Ducati會在未來推出這種V4的New East Trata 我想他應該是會推出 就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而已 接下來就讓我們看看 本週熱門新聞第二名 本週熱門新聞第二名 就是這個本來要開幕的F1澳洲站 他們因為武漢肺炎取消之後 他們把1800條頓才全部都銷毀 銷毀 我說這個F1澳洲 因為這可能跟大家在Model GP 或比較常接觸機車有點不太一樣 F1這個澳洲站其實很有趣 他堅持到最後一刻才取消 對可是他其實本來他是要打算用這個 無觀眾入場方式 就是只有線上電視轉播的方式去舉辦 但是因為很不幸在開賽前 有這個Mclaren車隊的成員就確診了 所以他們整個車隊都宣布他們不參加澳洲 對但是就算這樣他們還是最後FIA 還是決定要把整個F1澳洲站整個取消掉 這個取消其實成本非常高 因為你看所有的人力物力都已經到了澳洲 然後才宣布取消 甚至我看到有一些報導他說場外 澳洲站的場外 雖然他沒有開放觀眾 可是還是有蠻多車迷想要一睹那種F1的聲浪之類的 那這些車迷全部都拜信而歸 這個輪胎由貝奈利提供的F1輪胎 他已經裝上這個輪框 已經準備好進入貝奈中 他其實就是因為他已經裝上輪框 所以他沒辦法延用 輪胎裝上去那個輪框 其實在胎存的地方會有經過一些揍繩 一些扭曲 這個會對輪胎的強度造成影響 那特別是在這種頂尖的賽事上 他根本不可能讓這種已經裝上去 再把它拆下來 再把它裝上去 那個橡膠的特性都已經受到受損了 對他們官方的說法是 就是因為輪胎打上去之後 他會打氣 他那個高壓會對這個輪胎開幣造成一些變化 那他就沒有辦法繼續延用這個輪胎了 但是我覺得相當可惜的 就是他與其把它銷毀 他不如把它就是釋出 然後讓車迷或什麼來認購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不錯的方式 我想這個可能會面臨到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他這個輪胎其實是非常高科技含量的東西 他不可能會隨便放出來給大家 對這也是一個 對這也是一個關鍵 這個等下放出來之後 怕有一些廠商就開始研究這個輪胎是用什麼黑科技 對這可能會是另外一個問題 以前他們也會準備雨胎 那這個雨胎也是會在 假設他今天都是晴天 比賽完之後會有面臨一樣的秘密 就是消灰 也是一樣的消灰 最後就來揭曉我們本週熱門新聞第一名吧 就是網路上有一台這個地表贅速的 海阿布薩要出售啦 海阿布薩以前他就是以一個挑戰贅速量產車的姿態 來到釋放 其實這個要從就是日常 他們從大概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的 這個贅速車款戰爭 從這個Kawasaki的這個大忍者 一直到這個Honda的黑鳥 然後再到這個Suzuki的海阿布薩 其實這幾台車就是一直在搶這個贅速量產車的這個好險 那海阿布薩在1999年推出的時候 他馬力其實就170幾匹而已 並沒有到非常的驚人 但是他的時速竟然可以跑到317公里 而且通常是海阿布薩車系也蠻長壽的嘛 對不對 他一直到這幾年才因為這個EUR4要走入末期 他才有停產的這個問題 沒錯好那我們回到這台最速海阿布薩上面 可以看到他首先 他的外型呢 其實我覺得勉勉強強還看得出來海阿布薩的感覺 尤其是他車尾那個脫風 那邊線 當然他要挑戰最速紀錄 當然不是一台全原廠海阿布薩 這台車首先他掛了渦輪 然後引擎附內經過大規定過修 反正就是一台披著海阿布薩殼的一台怪怪物 其實國外他們很喜歡玩這種直線加速 那摩托車直線加速其實很常見的就是他們用 直接用海阿布薩去改 對海阿布薩是這個直線 體質就非常強的車 是他是直線加速的熱門選擇之一 除此之外呢這個紀錄還非常的有趣 他是有一位女車手選擇 對 那大家也很好奇 經過爆改之後的海阿布薩可以跑這麼快 我剛剛再講一次 他原廠的速度大概是317公里 給你們3秒鐘的時間想想 他竟然測出了425公里 時速這個非常驚人 而且他現在還是這個世界紀錄的爆石 非常厲害 我是對他的馬力覺得比較驚訝 馬力 他一台小小的摩托車居然改到650匹馬力 這車要怎麼騎 他是起步之前要先燒台燒一個人 大概10秒20秒 很難想像這種這麼小人的小工具 可以有650匹 650匹應該就是超跑等級的這種 可能Macallon的這種什麼650這種 650就是剛好 650好像剛好就是650匹 對沒錯650就是650匹 就是他們這個廠商有另外的規劃 要叫他出售 出售的售價其實沒有很貴 他大概100萬台幣 就可以買到這台世界紀錄加持的HAYABS 而且他很特別的是他出售的 應該算是他們的車櫃還是改裝廠 他還有提供一年的保固 所以你第一次聽到買這種車 還有做改裝車還有保固的 因為跟大家講 他裡面其實除了經過大部分的改裝 他這個改裝很多都是使用特規零件 或這個廠商的一些設計 所以可能會由他們來提供一些售 或是更晚一點 對 那台灣當然 我不知道425公里要在哪裡騎 如果你們知道哪裡可以騎到425公里 麻煩告訴我 或許就可以把這台車買回來騎 你做夢 以上就是我們本週三則熱門新聞 謝謝大家的收看 請持續鎖定我們SuperMotorway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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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